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把的定 对吧 但是为什么最近以来在台湾显得他就这么步步踏错 进退失据 制导乌方 最近国民党又输了一个什么选举 我看南方社发表评论说国民党要是再输选举 马英九2012年彻底没戏 也别选了 甚至就说你看他们说的马英九都到一个什么程度 最近这次败选回应的时候 马英九谨慎到照着手上的这个小抄竹子念稿 这就到这么一个程度 马英九到底行不行啊 这个是台湾每个人在饭桌上都在问的话 所以现在马英九是我们饭桌上的最大的话题 他不能够说不行 我当然想我还是支持他的 因为我这件事出来以后 他虽然对我非常不公平 而且落井下石 但是我到了台北的街头 尤其是到我们国父建议馆那边 还是很多人支持我 每个支持我的人先支持我以后 都说马英九对我很坏 然后就说我们再也不选他了 结果我还要去跟他们讲说 为了大局 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私人的恩怨看得很厉害 他们还骂我 他说你这个人就算他对你这么坏 你还支持他 我说我们现在国民党里面推不出一个人 那个可以跟他抗衡的这一点 第二点如果两个可以平衡的话 那么反而把票分了 又重演了2000年的那个事情 那么其实台独在台湾 今天还是占少数 大概最多到40%的那个票 60%的还是希望维持现状 和维持统一的 那么如果我们这边分裂的话 我们一定会输 因为我们分裂就30-30 打不过那40嘛 可是呢 马英九后来的这些作为呢 确实是很让人觉得忧心 因为你走对的路线嘛 你比如说两岸关系 你走的是对路线 所以我的文章 都是帮他讲话的 尤其是两岸关系上 我觉得他讲的对 讲的对 我 结果我还受到害 问题是 这样帮你讲话的人 你还纵容人家去压迫他的话 那么你去伤了那些犯了 所以叫范兰钦 就是范兰钦佩的意思 所以名字是这样起来的 范兰钦 那么我们就是跟范律 那个不轻呢 来那个范律钦在那里对抗 跟范兰钦 范兰钦这样起来的 我其他笔名很多 有时候随便乱写嘛 这样我认识你 可能讲那个文什么 那 结果呢 他这样做 就是你不敢真正去 维护你自己的那个看法 跟你自己的政策 那么原来恨你的人 他绝对不可能 听到你这部分 你再向他们下跪 拿相跟办 他们也不会听你的嘛 结果你拿了相跟办 你进了那个敌人的庙后 在外面支持你这批人 就散掉了嘛 所以范兰钦就这样子的不对 前一阵 你看这个吕秀莲 办那个玉山周报 吕秀莲这个采访 马英九 说是这个 说小马哥 这是你口才最好的一次 感觉一直是马英九的强势 压着在说 那么这么看起来 马英九对他自己的 这个方略政策 头脑也不是不清楚吧 该坚持什么 该对什么谨慎 马英九是这样子 比如说上你们这个节目 就不应该用那个 教授的那个态度 一点一点的 那个讲得很迷细 那名时间也不够 因为观众听的也是 几个要点就够了 马英九的毛病就是 常喜欢拿教授的那个东西 把一个事情讲得非常具细 民意他没有重点了 你会讲话的人就说冲啊 一句话就够了 他说为什么我们要向前走呢 因为这个局势 分析了半天 人家都睡着了 他每次讲话 人家在下面睡觉 他跟他民选的这个结果 有很大关系 因为你这个就是台湾这个民选呢 他是比例不是过于悬殊的 如果马英九占百分之九十的票数 他一定非常强硬 他说什么都非常强硬 他也不用再去做思考了 他现在在一个很边缘的地方 就是他随时可能被人翻盘 对 这时候任何人都小心 就跟我们打牌似的 你说我就是手机撞着呢 我随便出牌都行 今天手机不撞 到哪都响 哎呦这张到底拿哪张 这个心态是非常非常正确的 另外一个呢 就对于马英九这样的 就是他对待这个公众的这个反应 他无非就是在这算计 就是这种公众对他的要求呢 又在你 我原来对你期望值过高 民选就有这个态度 一般大部分人都会期望值过高 但在这个时事当中觉得 你怎么老不给劲啊 说你不给我这劲 然后呢 我顿时就变成了你的一个对立的一票了 这就非常可怕 他自己是不是完全胜权在握的 这种心态就表现在这种细微末节上 就你觉得他越来越犹豫 越来越怎么还打小钞 过去没有的事 过去坎坎坎坎坎 帅的一个人 他现在变成非常谨慎了 这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他这算不算是一个 这个所谓的民选总统吧 也是一种民意的情欲表 他实际也没有什么自我了 完全是看着这些 这些所谓的民意 这边也不敢得罪 那边也不敢得罪 是不是就什么 一个维持会长的角色呢 对 这种现 这对 就他这种维持会长 这种这 就这种形态呢 是在和平时期 特别容易出现的 你看他民选的总统 一定是在非常时期 特别强势 你比如战争时期 所有的 像罗斯福这样的 美国这样的总统 他就非常强势 为什么像丘吉尔这样的 都强势 战争时期 我不跟别人废话了 现在是大敌当前 但是这种和平呢 就是随时可能翻盘 所以大家都做得很 很没出会 这很正常 不是 战争时期 也有夜民生 不战 不强 不和 不走 也有这种人 也有这种人 那么满足犯的错误呢 就是不战 不强 不和 不走 又不退 不同 不读 什么都来 什么都不不不不不不 如果现在有一个巨大的压力来 他可能就会改变 没有 那蔡英明生遇到 英国人打到门口了 他还是这种态度啊 所以有些人却是这样 这跟民选 没什么 因为马英九不是说 你看看 陈水扁都有 都有区别 他才赢一万票 他后来四年又大敢贪污 他就继续做 对吧 他要走台独 他大胆做 你马英九赢的是 压倒性的胜利 拿到七百万 对这个好像五百万 他整个赢到 在立法院 难得有 四分之战 四分之三的优势 你什么反应都可以推动了 你不是2.1比2.0这样的比 所以他可以大量做了 结果他没有大量做 他没有大量做了 有一句话就是 你想讨好每一个人 就得罪了每一个人 这不是民主的关系 这是你这个人的 这个态度策略的关系 个性 你说我管公司 我想得罪每个人 我想讨好每个人 我的公司就做不下去 每个人都会有意见 这个我看他的文章里 还写到 你就可以了解台湾的一些思潮 好像有个台商 还提出过一种什么 很有意思的一个动议 就说统一 大陆 北京 开条件 然后台湾全民 公投 对吧 公投没通过 大陆再开一个条件 再公投 这样可以千百万年 这样最后一直到 通过为止 就是不断开条件 这个在台湾 还曾经成个议题 对 那个人叫曹新成 他提出过 和平统一促进法 那我是反对这个法的 那么 有人就觉得 他只要能够谈到 和平统一 就可以支持了 我说 你那样子和平统一 是活西尼式的统一 而且是 大陆不可能接受的 我为什么承认 你是另外一个 主权的国家呢 就好 你是国家了 你将来跟我统一 你再来 那个公投 的同意 对大陆来讲 你本来就是 我们大家都是 共同的一个 中国的一部分吧 那么 没有叫我开条件给你的 我只有说 我们共同讨论出来 我们如何统一 不能说 我开条件给你 一天到晚来统 那你每天都不同意了 越来越不同意了 而二十八 给你平反也不同意了 说少了死个人 也不同意了 你乱乱招 吵不完了嘛 所以呢 最后 就像那个什么 那这样的话 蒋介石当时 为什么不给 那个毛泽东 在那个 那个 双死会谈的时候 开条件 让毛泽东来 那个提 那个 那个 和谈的条件呢 他就他把条件开这边 毛泽东最后 不同意 双方就发生内战嘛 那么现在 你觉得马英九 对这个两岸关系 他心里到底是个 什么考虑呢 这一点呢 他就 这一点 他确实想 把统独两边 都去 都去 安抚好 可是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他一去安抚 独的那个 气氛 声音就慢慢小了嘛 所以他就很讨厌 我出来 把这个统的观念 讲得那么清楚 我等于把他那个 每天跪在那边 像拜神的东西 啪他眼 我说没神啊 他就很气 把这小子抓起来 我跟你说 你拜没有用嘛 你只有把你的统一 你如果真的相信统一 你爸爸说 话读见统 他爸爸的那个 骨灰坛上 写这个话读见统 化解台独 渐渐趋向统一 还刻到他爸爸 这马英九 他爸的话 爸爸刻到他爸爸的骨灰坛上 他爸爸的遗言 是这样子的 我现在你如果 你把你爸爸的骨灰坛 在台独面前打碎了 他也不相信你是 想走那个 统一的 走台独的嘛 你干脆就讲明白 我当然不像 我爸爸那么 我爸是上一代人 他可能化读见统 我不能走那么强烈路向 可是我觉得两岸关系 往好的方向发展 将来终极我们要统一的话 这对台湾是好的嘛 而且大陆的那个情况 是慢慢的变好 国力变强 你也读不出去嘛 所以他也代表台湾一部分人 他们认为一国两制 是大陆开出的很好的条件 你是这么看 我觉得大陆的一国两制 简直就是最低的条件了 再不能低 就是一个国家里面 我们暂时分居 但是我们不离婚嘛 这就是一国两制嘛 你那个分居的地方 你有你的那个制度 你要打小孩就打小孩 我也不去管你嘛 我这里去摸 我太太屁股 你也不要来啰嗦嘛 这就是一国两制嘛 还有这比这个好嘛 本来一国两制 是先被台湾而提出来的 结果后来因为台湾 一直偷偷拉了没搞 所以后来就弄到香港去了嘛 所以我们的条件 其实比香港还宽大 那结果台湾 因为台独的性格 他就不肯 他就想做最牛的那种离婚户 那大陆当然不肯嘛 哎呦郭老师啊 你可是在台湾 已经一审被判了50天拘役 发表了这通言论 恐怕台湾回不去了嘛 台湾至少这点还可以的 没有什么回不去 回不去 回去差不多就是50天 这不加10天就是60天嘛 但我觉得那50天 还是很便宜的嘛 怎么5万块钱台币 就能买50天拘役 那我们那个不是行 我们叫拘役 就你可以去那个监牢里面 呆一呆 那个也是很轻松 你还可以 一个礼拜还可以回家一次 一个月还可以回家一次的 反正就是这样 然后那个 而且政府养着你 所以我太太说 你赶快去啊 你反正第一个省5万块钱啊 第二个我们家里也少养你了 你也喜欢安静嘛 就在那边写东西不成好 枪枪三远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来看看啊 这最近根据联合报 这个选后最新调查发现 马英九声望下滑到29% 八把水灾后的最低点 反而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呐 表现获好评 已经满意度上升到了46% 从这个选战胜负来看 65%的民众认为国民党输了 8%认为双方没胜负 只有3%觉得民进党是输家 哎这种呃数字让我们看到台湾未来的这个这个政治的这个走向权重 是不是又倒向民进党那边了呢 也不算 因为这次民进党票并没有增加很多 只是国民党的人不出来投票了 就是说我们有700万人 但700万人对马英九的这种软弱的政策不不不满意 他们就不出去投了 但是他也不会去投到那个那个民进党去 所以到了总统大选呢 或者到了今年年底的五个那个比较重要的这个都会的选举呢 民进党不一定会胜 因为这时候民进党国民党可能就在讲说你再不出来投票 我们都都会输了嘛 所以他们可能会出来 您好像还写过一篇文章 我看了里边说到这个马英九的这种少爷贵族性格是不是 我没有说他的少爷贵族 少爷贵族性格那开玩笑 我没有说什么高级外省人高级外省人是乱扯的 我是有一篇文章说我小时候还认为我们是外省人比较高级一点 结果到去吃台湾人的那个什么欧瓦煎 我觉得才是人间美味 其实那肯定台湾人的意见 我认识的高级的本省人的朋友太多太多了 有一天有一个高级的本省人 还过年的时候跟我打电话 他说你这出了事怎么不找我 我支持你点钱呢 我说哎呀我认识高级本省人太多 我把你这个高级人都忘掉了 你看他都忘掉了 他蛮重要的一个人 这是他没有他不是有贵族气氛 他就是从小在家里面这样子被哄着长大的 而且家里面都是女的 都是女的 他书也读得不错 又受到父亲的唯一的钟爱 那么后来读书读得也不错 又到了什么这些美国的这个帝国主义的学校 去经过训练 成为一个帝国主义的代表了 怎么就很骄傲 有这种情况 那么可是他的问题就是他没有那个 也没有学到那个霸气 你那个真正真正 他是高傲分子 他应该很高傲啊 他也没有高傲 他那个高傲 人家看出来的高傲是存在心里面的 外表变得很谦和 对 其实看起来就变得虚伪 他是看着谦谦君子啊 对 但是也有人说了 八八水灾的时候 就要看出跟老百姓不是一条心 我不是我不是早来了吗 我不是来讲这么话 怎么可以这样讲呢 你到人家去人家都死人了 你在没哭呢 你说好像你说 你又不是周杰伦 我不是来了吗 是什么话吗 这个这个台湾政人家非常难道 非常难道 对 怎么都不讨好 马先生你跟台湾人的接触 平常谈不谈这些问题 我很少谈 很少谈 但也此于谈他的本家 对 我们本家小马哥 但是你像说台湾现在的这种情况 你说马英九是个没办法的选择 那如果不是他又能怎么样呢 因为我的声望还不足以取代他 不足以取代他 所以没有办法 就是说如果马英九 他没有什么大错的话 他又不愿意退出这个总统的下一届选举的话 可能国民党最后还是推他出来 而所谓的蔡英文什么到46 只是大家这个对比之下 蔡英文绝对选不过马英九 如果要选 是吗 绝对选不过他的 为什么呢 这种只是 你对他这个综合的表现不满 但是你问他 他这个民调不是调 你要投票的话 你调理投马英九还是投蔡英文 可能还是投马英九来得高 因为有百分之这个七百万的人 还是不喜欢台独 觉得你蔡英文再好 我们有套理论 你蔡英文再好 你是台独 我们不能支持你 你马英九再坏 你只要能够维持两岸关系 往好的方面发展 能够维持现状的 我们还是支持你 所以这不是对你个人的好恶 你看大局 我想大部分台湾人都能够预测 就台独将来给他们带来多大危害 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大部分人我想都不会拥护台独 那到底是谁在拥护台独呢 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批以前受到日本人影响的 还有包括他们本土 有那么地方性意识的人 而且秉南人本来占到台湾的 将近到百分之八十的人口 因此他们这个台独性呢 在这个批人口里面就蛮多的 可是台湾人中间 比如说二十八岁 很多保护外省的人 所以台湾人 其实有些人的性格也是非常好的 很多大陆人到台湾去观光 都觉得大陆 没错 我最喜欢台湾人 我觉得真的接触啊 台湾人真的给我印象都很好 就像我一样的嘛 没错 这是温柔敦厚啊 这个 但是你看他的报纸 自书达理 温文敦厚就是我 但是呢 为什么你看他的新闻 你又觉得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 而且我觉得他有些思维啊 很就像咱们上集也谈到这个 很难理解 就是比如说你说支持台独的这些人 那么假设说我是他们当中的议员 这个事怎么干呢 又不现实 假如真能读 也行了 明显不能读 打又打不过嘛 那你明明知道一个没有可能的选项 为什么还天天在那搞搞搞呢 这是荒谬 我觉得我常常写的 他们的感情是越来越强 但是勇气啊 是越来越弱 那么我就说句话 就讲的 台独不是在这个 你按那个 那个点阅率的那个指尖里面 也不是在你的鼻里面 是在你抠板机的那个手指里面 你没有这个一站的勇气嘛 所以蒋介石到台湾的时候 他要反攻大陆 可是台湾当时他训练的军队 每个人都有为这个目标一时的决心 当时时期很高啊 尤其大陆那时候 三年自然灾害啦 什么的不好的时候 台湾时期很高啊 台湾是一天到晚去 谁不放弃武力啊 是台湾没有放弃武力啊 永远在那边整大陆而已 所有退到 1949年退到台湾以后 台湾对大陆产生了多少的那种 破坏突击 那个那个呢 坐进坏式炸飞机 空头错误对 万能贵业炸周总理 插插插周总理 周总理有降落伞跳下来 那所以台湾才是恐怖主义的鼻祖啊 不要忘了一点 所以今天的恐怖主义 恐怖分子 是台湾为始祖的 所有这些 这个中东的都是效法台湾的 所以现在你看吧 当第一个世界第一个炸飞机是谁 那这是特务 是台湾特务 台湾特务是不是台湾 还有个江南案 江南也是 所以呢我是说 可是呢 等到台独搞的时候呢 他又没有勇气真正去搞台独 比如说他有这么多人支持 可能比蒋介石支持反共时代的人口还多 那你为什么不去好好的搞台独呢 陈水扁说做不到就做不到啊 自己讲做不到就做不到啊 那我们的军队军力 我们第一个穷了 也养不起军队了 甚至有人建议那天我听到一个人讲说 你一天到晚买美国武器 大陆的武器又便宜又好 又为什么不直接像美国买武器 买大陆买武器呢 而且这用中文呢 还看得懂啊 跌价嘛 跌价 反正一样保护你嘛 大陆枪一样很准啊 它的T90的坦克也便宜啊 江江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对台湾呢 我就个我的印象真是个 这个是双轨制 就个很大的落差 因为人去到台湾 我真是很爱台湾 我喜欢这个地方 风土人情 台湾的很舒服 我们交往的台湾朋友 都觉得非常好啊 可是呢 你要把它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来看呢 它又是这么样的古怪 就是觉得很奇怪 我上次有一个台湾朋友 这还不是大陆人说台湾朋友 我讲他叹气 他这个台湾人啊 就是说陈水扁 无耻 马英九呢 无能 你说我没有什么选择 但是又得选 你觉得是有这种心境吗 有心境 对 所以我现在目前还是选择无能 Rather选择无耻 不愿意选择无耻 所以今天在做节目之前 说我得先喊一句口号 叫什么大海航行靠舵手 坚决支持马英九 就是说 挫子里边拔将军 你现在也挺马英九 我一直挺他的 所以他再怎么对我不好 那些支持我的台北的民众 我还是劝他们说 还是在大局上面 还是要支持马英九 除非他实在是 那个实在看不下去 或者我们国民党里面 有一个人能够真的能取代他 而且两个双方谈好了 不要再两雄相争 不然的话 如果是马英九这样下去的话 还是只有支持马英九 这是我的看法 他们啊 我也还听到过一种看法 就说呀 你别觉得国民党和这个这个民进党 有多么大的不同 说假如说民进党当了政 难道真的就会走向台独吗 就事实上也不可能 他也不会走向台独 还是要跟两岸这个搞关系 你怎么看呢 是不是当了政 大家都会现实一点 不是 无耻的人当了政以后呢 他虽然还是不能够大力搞台独 但是他会把去中国化这东西 搞得更强烈 就是把握他所当政的四年 或者八年呢 又再去洗一遍中国人的那个 你看陈水扁当政八年 他都洗的很多差不多了 除了像我这种 对中国有点真正那个感情 而且立场非常坚定的人 极为红的人 不然很多人都动摇了 都摇摆了 包括这次的那个什么 大陆的学者到台湾去参加 那个两岸一甲子的那个研究会 很多台湾那些蓝的学者也说 哎呀一个中国已经过时了 我听得很火嘛 我比那个谁大陆人还火 你是蓝的 你怎么可以说一个中国过时 这就是我们的宪法 我们要有种 我们就改宪法 重新 你没有种 你怎么可以讲违宪的言论呢 我违宪受到惩罚 我宁愿 我认为我走得对 没有什么 越听越像 接下来为您播出 两会访谈录2010